这个The Point在每个礼拜五 我们是邀一位朋友 不是做新闻的朋友 来跟我们谈一谈国际新闻 我们通常会请来宾自己来决定 他今天想要讲什么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 就是法律白话文的贵制 贵制我们是老朋友了 先跟大家讲一下 法律白话文是干什么的 就是一个网站有Podcast 有脸书有IG 然后我们介绍法律知识 我们一样就是像今天 也有一些重磅的新闻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 我们也做新闻了 搞了半天 其实就是说 我们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像我们若宇的今天发生 那个马英九三中安的判决 你们就会讲讲这个事情 我们的徐弟现在就认真 在读这个判决 然后讲说 怎么把它介绍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大概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对 就是法律白话文 就把法律讲成白话文给大家看 那今天也是 也算 也算嘛 那我是我想请你 今天先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你选的两条新闻 我来讲好了 今天他选的两条新闻 一个是卢森堡 将成为第一个 生产跟消费大马 完全合法化的欧洲国家 这是第一条 那第二条 是美国的加州跟澳洲 已经都通过在性行为中 偷拿下保险套 就是拔套 这是属于违法行为 是这两条没错吧 好你们法律白话文是怎样 又是大马 又是拔套 你们水准就是这个样子吗 但是因为从这些事件可以让我们 这种很听起来很极端 或者是很荒谬的事情 其实很能够激发我们思考 你知道吗 OK 所以就要这种事情才能激发你思考 各种事情就很 很轻松平常的事情的话 其实就平常都在发生 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 法律人就是最喜欢遇到这种怪事 发生怪事是怪案件的时候 我们觉得最棒 因为这个最可以挑战法律的极限 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说 这些事情要怎么样来处理 这个跟我的胃口有合 最重要的是跟我的胃口蛮合得 好了 那所以我们先讲一下 卢森堡这个 这一次它开放了什么东西 它开放大麻 对啊 细节是什么 简单讲就是它让大麻完全合法化 它可以种可以卖 可以自由的使用 可以自由的消费 那这跟台湾是天壤地别的差别吗 台湾当然不可以种不可以卖 也不可以使用 对 我们基本上什么都不可以 对 就是把它视为毒品 所以就是一旦被抓到的话 都会面临很重的心者 OK 所以卢森堡这一次 我觉得就开放的蛮彻底了 就是照你这样的说法这样子 这个算不算世界潮流 因为我们好像时不时就听到 某一个国家 现在又开放了这样子 那说算不算世界潮流吗 我们有那么有把握 因为世界上确实有国家 就是去开放使用大麻 但是开放角度也不一样 譬如说像在加拿大 它也是完全合法化 完全合法化 我们指的是 不只是说可以使用 那也可以卖 那也可以种植 然后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当酒 当香烟 把它当成像一般的商品 来去做 做所谓的这个商业行为 我们叫它合法化 所以这是非常开放的 这是非常开放的 基本上它就是等于 跟一般商品没有差别了 但是有一些国家 则是做除罪化 除罪化意思是说 它还是不鼓励使用 但是你一般消费者 如果你有使用上需求 你去使用的大麻 你不会因为使用大麻 被处罚 什么样的国家是这样 像是在这个 像是在这个澳洲 或者是在这个美国 有一些州 或是像什么 希腊 德国 以色列 他们可能是只允许使用 而且只允许医疗 类型的使用 但是在一般市面上面 也还是不可以合法的 种植或贩卖 所以他们会去区分说 大麻 我们说大麻可以做成药 那我们可以把它做来 做娱乐用 娱乐用就是去享受 那个大麻 使用后这个欢愉感 那他们喜欢就飞行 使用扣动欢愉感 那为了娱乐而使用的 在很多国家 还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越来越国家 允许在医疗上面 为了去减轻病人的痛苦 因为现在大麻 确实已经被证实 它可以减轻一些 精神病患 他们因为精神疾病 带来一些痛苦 或不舒服的情况 所以在医疗上的使用 越来越多国家是开放的 OK 那从你的角度来看 就是法律的角度来看 你为什么觉得 这条新闻 我们应该来谈一谈 因为我觉得从这个新闻 我们可以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 我们重新来思考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去禁止使用毒品 因为我们 我们从小到大学的这个观念 大概就是说 毒品就是非常不好 毒品会伤身 会导致国家的灭亡 可是我们很少去带大家认真思考 为什么毒品之所以毒在哪里 像范茄 你是美国后来的 你就知道美国的毒品的字是drug 对 那我们小时候选英文 drug其实也有药品的意思 所以换句话说 药跟毒是一致之隔 它是一线之隔 非常地接近 换句话说 药物只要滥用 都有可能会成为毒 因为药本来就会伤害身体 或者我们朋友们来讲 其实药本身 常常是以毒攻毒的概念 所以毒品之所以为毒 其实我们要判断的是说 它有没有成瘾性 它有没有益滥用性 然后再加上 这个毒品本身 如果进入到这个市面上 它对于社会的危害性 到底有多大 反过来讲 现在所谓的毒品 譬如说马飞 鸦片 这些我们听过的 其实它在某些情况下 还是在台湾会被当作药来使用 对 所以我想说 从大麻合法化的这个议题 其实我们可以 借用这个机会去思考一下说 到底为什么 大麻会被当成毒品 然后我们在经营部去思考说 到底为什么 我们要去禁止使用毒品 我觉得这是一个 利用这个机会 去反思这个事情 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值得大家一起来思考 是因为我们所谓的毒品 吸食毒品的人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正确 掌握这个观念的话 我们会发现 他其实是药物滥用的人 也就是说 他因为滥用药物 而让他自己身体 受到一些病变伤害 所以很多国家 他观念在转换是说 其实我没有必要去处罚 使用这些毒品的人 因为他们其实也算是一种病人 所以反过来想 如果我们可以把他们治好的话 其实他们自然就不会 再去使用这些药物了 所以他们这些国家 在将大麻合法化之前 他们先经历一个 除罪化的阶段 他们认为 透过其他方法 让去治好这些药物 滥用药物身体的人 那自然就会让他们 从药物滥用的 这个轮回中脱离出去 那自然使用 这个药物的人 就会越来越少 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也许我们就有机会 切断这些毒品 跟黑道 黑帮之间的关联 因为它是不被法律允许的 不被法律允许的东西 为什么大家还买得到 那它就一定有 地下市场 有黑市 那这些黑市 我们就很坦然的面对 它通常都是黑道 犯罪分子在去经营的 所以透过这些 除罪化的手段 慢慢的让这个黑市 跟这个使用者之间的关联 越来越降低 然后他们才进一步去讨论 所谓的大麻 有没有机会来合法化 因为到合法化的讨论 就会变成是 我们到底能不能够 有何科学的评估 去认为说 大麻其实对人体的危害 并没有我们过去想象的那么多 你要是问我的话 我觉得我们谈这些 都还太早 因为说实在 在这些国家里面 他会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他的人口里面 实用大麻的人口比例 其实已经达到某种程度 他才会觉得有这个迫切性 我们需要来讨论 那我觉得在台湾 应该用的很少 我觉得非常少 我觉得还 或者是我们的圈子 可能是我们不认识 对 我觉得 可能我们的圈子没有 所以我觉得如果 除非是我们有 相当比例的人口 已经在实用大麻 不然的话我觉得 我就讨论这个问题的 时机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 虽然我觉得可能看美国 我去做过好多次专题 我是觉得很赚钱 对 我觉得大麻已经变产业了 因为美国大麻 许多座已经开放了 所以像我们 像我们会有什么电脑展 什么食品展 他们也会有大麻展 那里面包括 就种大麻的 然后制作大麻的 然后加工产业 然后相关附随的 这些娱乐的产业什么的 都会在大麻展里面出现 所以在美国大麻 已经变一个非常赚钱的产业 好来第二条就是说 再讲到美国加州跟澳洲 都通过了性行为 偷拿下保险套 是属于违法行为 请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让三立被罚钱 OK 好不好 我们尽量努力 不要让三立被罚钱 OK 好来 那先讲一下好了 这两个地区的这个 法律的这个细节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 这样一条法律出来 这个法律是因为他们有 他们的国家的法律学者 以及法律专家 发现有许多被害者 也就是在这个性行为的过程中 这个对方骗他有戴保险套 但是其实这方可能没有戴 或者是在 或是发生到一半 这方就偷偷把他拔掉了 我想这在台湾也很常见 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他们发现会造成被害人 比如说在这个性行为之后 因为非常担心自己被传染疾病 所以会经历一段 可能很长期的一个焦虑 或者是沮丧的一个心理上的压力 然后有一些被害者会担心自己怀孕 甚至因为这样就怀孕了 因为这样子产生一些非预期的怀孕 所以对于这些被害者之后的一些人生 造成很大的困扰 所以他们会觉得 他们觉得这种行为 应该是要立法来去遏制的 所以包括像是 像是美国加州 然后澳洲 瑞士 德国都有做类似的立法 是禁止在这个性行为的过程中 未经营对方同意 就将保险套取下 OK 那他其实还包含一种变形 是你也不可以 故意的去回损保险套 譬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女生 为了要留住男生 所以保险套戳动让自己怀孕 这其实也是被禁止的 我先讲一下 这个也算世界潮流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 好像最近我其实 好像在好几部电影里面都看到 有这个情节 所以是不是 其实现在讨论了很多 在很多国家都在讨论 其实现在很多国家 在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 但是我稍微研究一下 发现他们讨论这些问题 是有个前提的 而这个前提台湾还没有 前提是他们国家认为 所谓的妨碍性自主 前提是你没有取得对方的同意 就跟对方发生新关系 这样就算是妨碍性自主 可是在台湾 在台湾是被害人 或者是检察官 你要证明 对方有用一些手段 强暴胁迫手段 来违反你的意愿 OK 在这个不同定义上下面 所以他们 等一下我们这个要再倒回去 我觉得我们再讲清楚一点 在国外的话是说 你必须要非常明确的 取得对方的同意 对不对 然后可是在台湾 他是倒过来的 他变成被害人要证明 就是加害人 有做一些行为 对 有做一些行为 让我不得不跟他发生新关系 对 所以说这两个是有很大的区别 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对对 那在这个概念下面 他们就发展出说 我当初答应 同意跟你发生新关系 是同意用保险套 跟你发生新关系 所以你今天突然把它 偷偷把它拿掉 或是偷偷把它弄坏 那就是未经我同意的行为 所以他又会让你的性行为 变成违法的 OK 好 那我说实在 我觉得是听起来 就是我觉得可能大 这是保护女生 我觉得听起来 这是保护女生的 然后其实男生也可以用 那可是我会觉得 你如何证明故意 他是故意拔下来的 或是故意毁损 我这个故意怎么证明 对 这就是 这也是很多人在质疑的地方 就是说有时候 法律的利益良善 可是真的有办法执行吗 因为你定义一个法律 没有牙齿 那个法律是假的 跟指老虎一样 大家就不会害怕 那确实这个法律 它有一样的困境 就是譬如 像是立了这些法律的国家 可能像瑞士 他就是立了很久之后 他才终于有一位 这个男性 因为这样被起诉 所以他会 起诉有定罪吗 这个就没有查到 他只知道他被起诉 对 那问题就在于说 举证很困难 因为发生性行为的当下 实际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是不为外人所知的 OK 好 在罚的时候 他到底刑事责任 还是民事责任 像有一些国家 就会把它定成刑事责任 就是说你一旦脱拔套 你就是刑事责任 面临的就是罚金 甚至是坐牢 但是像加州 他选择就是民事责任的路径 那加州他们的概念就是说 被害人 被害人有时候 他觉得他受到的伤害 可是他可能还是很爱 这个男朋友女朋友 所以他并不希望 这方去坐牢 那如果把它定成刑事责任的话 这些被害人可能就不愿意出来 走法律程序 所以他们就把它改成民事责任 就是说被害人可以出来 要求对方赔钱 那赔钱了事就好 但不要让对方因为这样子去做 他们认为这样子是另外一种 比较平衡双方 兼顾双方真实生活关系的一个做法 OK 好啦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就好了 再讲可能有点危险 不过我是觉得 虽然说我们的法律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就是说我们其实 我们的法律的规定的这个情况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是我还是呼吁 不要做这个事情 OK 不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今天我们做这个新闻 是想提醒大家 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对 确实是不对的 对 即使没有法律规范 但它绝对是不道德的 OK 所以不要这样做 千万不要这样做 千万不要这样做 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贵智 谢谢范姐 谢谢这些新闻